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载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长达大约一分钟三十秒的通话视频 首相说 双方透过通话所讨论的国际课题 包括北非突尼西亚的政治危机发展 还有苏丹内乱的动荡局势 同时表示 随着土耳其正准备应对不久后举行的大选 因此 他重申五国政府承诺继续与土耳其携手合作 并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首相达多斯利安娜将在四月和五月轮流到六个州数 举行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这项活动本月二十九号率先在几大州举行 首相跑透多个州数与人民同欢共庆开斋节的举动 也受到各方的大利知识和欢迎 并表示这是让人民能够与首相 以及那个成员近距离的好机会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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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欢迎佳节总少不了烟花爆竹增添节日气氛 然而肆意燃放爆竹不但对人身安全带来隐患 甚至对生态环境也会造成严重污染 医学专家哈纳菲亚呼吁民众 节日期间应该减少或避免燃放烟花爆竹 以免影响空气质量并且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哈纳菲亚表示由塑料和化学化合物制成的烟花和爆竹燃烧后都会释放一些物质到空气中 损害空气质量影响人身健康 甚至还会加剧雾霾的程度 他提醒燃放烟花爆竹在污染环境的同时 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呼吸道健康 尤其是在雾霾天气下 他补充 高风险人群 例如心脏病患者 哮喘患者和肺炎患者 可能会发生呼吸困难的情况 大马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的报告显示 截至下午三点 全国共有4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处于中等水平 尽管如此 民众依然受促 时刻采取预防措施 保护自身健康 掌管罗福州卫生与团结事务的行政议员 林天顺指出 烟埋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包括咳嗽 喉咙痛以及流鼻涕 他促进出现相关症状患者 应该尽快注意 此外民众受促减少不必要外出 并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以及多喝水 同时卫生专家表示 民众应该避免燃放烟花爆竹 因为烟花爆竹所释放的气体 将加剧空气污染和烟埋 进而引发呼吸道疾病 今年以来集水区降雨量少 加上滨州民众的用水需求激增 导致压一旦水化和直落八项水化的有效除水量 分别下降37.7%和15.4% 滨州公水机构指出 大马皇家空军预计将在本月底开始在槟城的集水区步云造雨 同时呼吁民众明智和节约用水 滨州公水控股公司和滨州公水机构指出 气象局推荐了在本月29号到5月7号进行步云造雨作业 以便在亚一旦水坝和直落八项水坝的集水区引发强降雨 滨州政府目前已经批准40万令吉的预算资助步云造雨作业 不过该州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要在步云造雨作业后 再等待几天才有降雨 届时雨水才能够流入水坝 此外 滨州公水机构透露被部署用于进行步云造雨作业的 大马皇家空军飞机预计将从水兰额的苏方空军基地起飞 而该机构则将会在第一波的步云造雨作业完成后 报告水坝水量状态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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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103辆 明镜与点栏目 欺骗条文下被控 根据控状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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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运载建筑材料到新加坡多达三次 嫌犯是在2021年开始接触走私活动 每只动物可赚取250令吉酬劳 在抵达新加坡后 嫌犯会按照指示将动物交给买家 目前该名男子总共面对54项 抵触动物和飞行法令的控状 嫌犯早前已经认下其中20项控状 法官将其余的控状纳入考量后 在昨天判男子坐牢12个月 如佛丰盛港地坚木屋 昨天出现一条重达150公斤的大蟒蛇 惊动当地的居民 民防部队在接货投报后赶到现场救援 并使用特殊工具捕获蟒蛇 之后在郊游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处理 丰盛港运营控制中心透露 民防部队是在午夜12点15分 揭破亚一八班民众投报 之后立即派遣5名队员前往现场捉蛇 民防部队抵达后发现 一只长约6米的蟒蛇 正蜷缩在木屋的一根绳索上 蟒蛇的重量估计重达150公斤 民防部队使用特殊工具 成功将蟒蛇移出屋外 之后在郊游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处理 生日当天留下一书 开车离家出走的22岁华裔女大学生洪惠恩 在家属和民众齐力寻找一天后 今天下午传来噩耀 亲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已经找到洪惠恩 但很可惜为时已晚被家属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洪惠恩表姐今天下午3点32分在脸书发文证实 家属已经找到洪惠恩 并表示她已离开了人世 惠恩的表姐也在留言区表示 洪惠恩家人已到现场 并恳请大家不要再连环拨电给她 同时感谢及感激所有人这段时间的帮忙 根据消息 家属是在住家圣桃沙花园附近找到洪惠恩 来自沙巴圣桃沙花园的22岁女子洪惠恩 24号趁家人外出后 悄悄开车离家出走 她的家人在她失踪后 从她的另一台手机中发现遗书 内容是告知家人她要去自杀 家人在洪惠恩失联后四处寻找 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发动寻人喜事 如福麻坡一名75岁独居老人被发现猝死家中 老人的侄子因无法联系老人 向消灯局求助后才揭发这起案件 老人被发现的时候 躺在客厅的床上不醒人士 尸体已经传出臭味 麻坡警局主任Rise Mukles表示 消灯局是在昨天晚上11点10分接获求助电话 只一名老翁被困在博达拿花园的住家中 当局随即派出四名消灯人员 赶紧现场展开救援行动 并使用特殊工具将被锁着的铁门锁头锯开 消灯人员打开门后 证实老翁已经逝世 救援行动在11点21分宣告结束 经过调查 警方并没有在住家内发现犯案痕迹 并把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 卢福的股通热症病例持续飙升 单单是今年首16个星期 居留得2381例 相比去年同期增加462% 另外 卢福州卫生局今年起 展开多起防范黑斑纹资深的执法行动 并且开出2132张 总额1017500令吉的法单 卢福州行政议员林天顺指出 当局近期通过执法行动发现 黑斑纹的资深地并没有完全被清除 意味着卢福部分社区的民众 还没意识到清除黑斑纹资深地的重要性 他说 过去一个星期 卢福公路的152例股通热症病例 其中111例或相等于73% 集中在新山 其次为古来13例 居栏6例 林天顺表示 卫生人员将持续展开灭纹行动 同时富裕民众清理住家或工作环境 确保黑斑纹没有可繁殖的地方 几打州一名男子不惜放弃摄影师工作 选择创业转身成为四样干绑纪的业者 如今默默耕耘的他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在开车节期间 他所饲养的机制正好满足市场需求 这部件解决了供应不足的问题 同时减少对进口机制的依赖 现年58岁的Halim Khalid 自去年中旬开始饲养干绑鸡 最初他耗资2000令吉 在自家院子建造一个 可容纳大约100只鸡的鸡舍 随着需求不断增长 Halim便在建造另一个 可容纳大约200只鸡的鸡舍 我们可以搅拌自己 少许我们可以吃自己 但是 但如果要搅拌尖尖 人家说不容易搅拌尖 我们开始搅拌尖 我开始搅拌尖200颗 200颗 那是第一次搅拌尖 然后搅拌尖 那是第一次搅拌尖 它是很威力的 它是很威力的 哈林透露 饲养干绑鸡 不必太高成本 而且照料干绑鸡 与其他家畜相比 来得更容易 目前除了邻里社区 它也将干绑鸡 送卖到附近线数 我们要购买 我们不懂得购买 我们不懂得购买 它是很威力的 Facebook Instagram 全部都 所以我们 我们进去 看看 有两三人 每次购买 每次购买 30颗 50颗 每次购买 100颗 所以 我们可以购买 每次购买 都已经足够了 因为已经购买 哈林表示 干绑鸡的需求 在开斋节期间 不断增加 为饲养职业 不仅为我国的 食品工业 做出贡献 同时又助减少 对进口商品的依赖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